十垂了,周扬青和段星星恋情练闻传来已久,终于被媒体拍到亲密举止,证实两人确实正处于热恋当中 10月31日,有媒体曝光了周扬青段星星约会的画面,在公园里亲亲抱抱举高高,双手相牵如同拍偶像剧 当日,周扬青和助理用餐,结束后独自来到公园与段星星会合 两人一见面就手牵着手,段星星给周扬青拍照,还给对方公主抱 随后两人来到小河边的栏杆上坐下来,段星星将手放在周扬青的腿上 两人看了一会儿手机,段星星跳下栏杆,和周扬青忘情地接吻,这画面堪称是偶像剧情节,也太甜了吧 亲完之后,周扬青又雄抱段星星,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不舍分开 周扬青在段星星耳边耳语,又时不时地亲吻一下对方的脸颊 二人轻轻握握握歪了好久才结束,段星星将周扬青从栏杆上抱下来,周扬青笑得满脸幸福 随后两人一起来到河边看别人钓鱼,最后周扬青和段星星右手牵着手,一起离开公园 同时,另一家媒体也拍到了周扬青和段星星在另一个时间段约会的画面 周扬青跨着南方的手臂,来到按摩店后,周扬青点单付费,随后二人一起去二楼 周扬青是妥妥的小富婆,而显得段星星像个小跟班 按摩结束后,两人和助理都一起走出,期间段星星还一度从背后抱住周扬青,随后又牵起了彼此的手 一行人坐上周扬青的保姆车,在周扬青家附近,段星星下车,自己打车回家了 其实二人在十月初便被曝光了恋情 当时周扬青发布了一段在大王夫妻家做饭吃饭的视频 视频中弯腰下厨的疑似是段星星,她的配文别有深意,做家务的男人们 通过碗筷可以判断出,当场饭局仅有四人,一个男士是大王的老公 至于另一个人到底是谁也备受粉丝们的关注 随后一行人又去玩密室逃脱,网友发现周扬青视频中男生的鬓角与段星星的很像 此外玩牌的时候露出的声音和手也很像 而后在大王夫妻的视频动态中,视频外出现的声音也与段星星相似 这么多巧合,凑在一起很难不让人生疑,新恋情传闻便开始传开 后来周扬青在社交小号上发了一张图,她的黑色卫衣上还有星星图案 配文写道,虽然糊,但是架不住我喜欢 如此行为,很难不让人引发联想 奈何后来段星星官方后援会发布消息说是不实言论 经纪公司表示是朋友聚会,希望大家不要过度解读 如今这次被实锤,相信经纪公司也没话可说了吧 周扬青最轰轰烈烈的一段感情在这就不加赘述了,可谓九年的青春喂了狗 后来周扬青与好历来公子罗浩开始交往,但是造化弄人 在确定关系之前,周扬青先答应了女儿们的恋爱节目组的邀约 并且签了合同,为了不欺骗自己和广大观众 他拒绝和节目组的其他男嘉宾约会,而是把罗浩带来一起录制 无奈罗浩不是圈内人,也不喜欢十几个镜头对着自己 再加上性格差距大,两人矛盾不断升级,称找不到喜欢的感觉了,决定做回朋友 随后,周扬青和节目组安排的男嘉宾陈瑞峰认识并尝试着约会 男方高大帅气,而且两人性格很合得来 周扬青一度霸气地提出要出资支持陈瑞峰创业,不过被男方婉拒 节目的最后需要抉择是否要成为男女朋友关系 周扬青虽然赴约,但不希望这么仓促地进入下一段感情 想要再互相了解一下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们再也没看到过二人同框 原本还以为周扬青和陈瑞峰这对能成,没想到女方已经有了新的感情 周扬青出身豪门,自己也很会赚钱,财力不俗,估计追他的人都能排到法国了吧 没想到让段兴兴抱得美人归 段兴兴在98年出生,今年24岁,而周扬青已经34岁,这样的年龄差不算小 不过按照目前来看,两人看起来颇为幸福,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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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